法衣說了算 若更大無聊冷水法衣如霄開庭 踏殺十三周 經他嘴鋪鑑定請自殺 被害者家屬 淹屍者怎麼辦 你看 這裡是那天發生的證人 他們有逼迫他 這個是行政院禁念會說替代運軟不是金人 然後這個程多年那邊燒 燒我兒子的遺物 燒金床 這個媒體都有報告 這個是羅蘇聯立法委員給我的 你們看看 這些證物都可以看 十三道的畫面 然後法衣消大平 巴媽保重的簡訊 我認為我兒子十二點十四會發出來 他兩點二十分才送到彰化基督教育院 這兩個小時我們處理成功零在幹什麼 這兩個小時是不是毀滋滋滋滋滋 傷害我兒子一刀 然後再補上十二刀 造成十三刀 所以另外十二刀 都是事後補的 造成十大事件 你看這裡很多 各位都可以看 各位媒體都可以看 十年仔你看死了一千三百九十個個層 這個是國防部長李念祖在立法院講的 謝謝大家 謝謝 加油 好 陳爸爸陳媽媽加油 在我結束之前我要介紹一本書 還有一個非常難得在台灣很了不起的年輕人 十年前他出一本書 是第一個揭發台灣軍中不當管教的這本書 叫做《約旦黃人在愛寮》 約旦黃人不是約旦人 是台灣人 這個愛寮在屏東的愛寮園區 她的姐姐今天在這裡王玉芬小姐 我非常感謝王玉芬小姐 為我們成立這個軍營這個協會 出了很多的力給我很多的幫忙 好 玉芬來講一下 介紹一下你的弟弟介紹這本書 各位媒體大家好 我是李瑤的被李瑤風文天才的 被李瑤 李瑤大師風文天才的文藝的台大學生 被李瑤風文天才的台大法律系 以及歷史系的高產生 台大王玉芬的三點 我的弟弟王玉芬心底搖10點 2002年的6月 活著投屠軍衝 在2002年的6月 馬上配舞選出了這本 漢洞十年群的 轟動媒體的約旦同仁在愛寮 我想跑過所有的沒律師記者的朋友 10年前都知道這本轟動媒體 以及我的電視地理寒暄受 新聞媒體溫溫的專訪 以及編示新聞各大的媒體轟動的報導 我的弟弟 10年前勇敢地揭發軍衆的不當管教 軍衆的草間原命 以及軍衆如何踐踏阿兵哥的人權 我的弟弟10年前就寫了這本書 勇敢地寫出來這本書 公立軍衆國軍要改革 不可以陷踏阿兵哥的人權 以及要保障阿兵哥生命的安全 我的弟弟不是死在軍衆 他是活著出來的 我以我弟弟的精神為榮 因為他9年前選在李堯全帝 我的前5天突然自殺 李堯破壞了我的弟弟的名譽 我到現在我現在告李堯詐欺以及切道罪 過一陣子我要看訓者會 李堯欺騙了王韻明的家屬 王韻明是我們家唯一的毒生子 是台大的高台山 所以我今天代表我弟弟的精神 來這邊寫出這些軍衆家屬 看到這些家屬 還是軍衆受害而死 我的軍衆非常稱厚 我的弟弟時間前就忽利國軍要改革 寫了這本軍衆的禁書 他炸地的還勇敢不怕軍衆 寫出了這本那麼勇敢的軍衆人 我的約旦團人在愛聊 今天有沒有看到這邊 這半年來我結束這些軍衆家屬 很笨齁 我的弟弟如果9年前 你不經理喔 過世的話 自殺的話 今天 我有這麼多軍衆的家屬 孩子們在這邊不去 我弟弟約旦團人在愛聊的精神 結束軍衆家屬 也請媒體今天我弟弟 約旦團人在愛聊這本書 謝謝 謝謝王姐姐 在結束前 我要告訴大家兩件事 第一 第一 紅舅舅在中部的一個廟裡 看到軍方在超度8000個亡魂 我請問大家 台灣沒有戰爭 怎麼會有8000個軍人死在軍營 是不是這就是過去的 很多的草間人命的 隨便就判你是自殺的 只要法醫說你是自殺 你就是自殺 所以定死就是定死的 我請大家要注意這件事情 另外 我要請我們所有的軍營家屬 我們現在要在這裡 感謝洪仲秋 我們要向他致敬 如果不是因為洪仲秋的案件 引發全國大家的關注 這一些軍營家屬 不管你是一年的 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 甚至五十年的 可能通通像過去一樣 全部都石沉大海了 所以我們非常感謝洪仲秋的犧牲 讓我們今天有機會 向全國人民告訴大家 每一個家庭的委屈 好 今天我們的記者會就到這裡結束 我也歡迎媒體朋友 如果有興趣的話 留下來 特別的跟他們每一位 每一位這個家屬 可以跟他們聊一聊 盡量的幫助他們 未來我也要跟大家預告 未來我們這些家屬們 包括中南部的也會北上 下一步 除了立法院之外 我們下一步將要到國防部 再下一步我們要到總統府去請命 我們的最高統帥 當然他要負責 好謝謝 非常感謝媒體朋友 讓你們今天在這裡很慌亂的 連位子都沒有坐 我給你們深深的一舉功 非常感謝你們 靠著你們 才能夠把這些軍中的黑暗 揭露出來 非常的謝謝 好 我們下次見 謝謝 我忘了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是社會的推動人 我是他們的義務部位和發言人 楊月青 通常大家都喊我寶華嫂 因為我先生剛剛也在這邊 林寶華寫了最多的評論 好非常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 大家好